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用到的胶带都会列在视频里 视频的下方也有如果有被种草的小朋友可以去直接粘贴复制到淘宝里搜一搜 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注意到 但是这次的视频和以前有一点点不同 之前的编辑软件用的是Adobe Premiere 现在用的是Mac电脑自带的iMovie 然后背景音乐也是比较单调一点 因为是iMovie自带的 有点想把视频放到YouTube上 所以没有办法放那种有版权的歌曲 放到YouTube上就会被强制禁音 这次的排版主要是围绕这个男孩 因为捡到隔离纸上总是翘起来 所以就想干脆用掉算了 正好上周Wix空白这一页不知道要写什么 之前都是用而写要做的要买的清单 但是这次贴了之后发现用而做纯装式的页面还挺不错的 我是看着他手里的草 就选了两个之前剪好的绿色风景胶带 然后下面加上的是TM的金色框框 因为人物本身后面就有一些绿色的条条 所以自己又模仿了加了一些 看起来就不会太单调吧 整体的话虽然金色的框框有一点突兀 但是整个排版大概意思就是绿色和蓝色调的 全部贴完之后还是觉得有点空 所以就写了一些字 可能之后还会再加一点内容 好啦就说这么多啦 做大家2017年心想事成 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 拜拜